因為我們學校是一所國王捐贈所建立的學校 基本上每個來念的學生全部 stipend 字 有電源 聽說有卡拉OK 學生中心好像可以租借電玩遊戲 可以學潛水 因為我們的學校就在紅海的正旁邊 阿拉伯的這個選項沒有讓你有點膽怯嗎 我覺得有的時候好像就這樣甩吧 沒有甩好 他就兩顆眼睛這樣勾在我身上 Shelly Pong 不稱職YouTuber 哈囉 我是不稱職的Shelly Pong 高中好朋友來我家做的是我第六集 Erika剛從阿拉伯回來 沙烏地阿拉伯 我覺得我就比較沒有辦法從中獲得那種 成就感的感覺 所以我就不是很想要待在醫院當營養室這樣子 那後來你還有萌生那個考後醫的想法嗎 我其實有查過就是後醫大概要怎麼考 然後什麼時候報名考哪些科目 然後我看到有機化學就有一點 又來了一點 退文退卻一點點 加上我覺得 我可能真的很想要當醫生 可是我可能在醫院看到的那個醫療環境 就不是我很想要的生活形式 就沒有再考慮要往醫生這方面走 所以你大學你就有在自己另外去實驗室 那時候進去的實驗室是 他會指派譬如說博班的學長 帶你 那你可能就是 絕對不是這樣子 我們很少會做真的很像手術的事情 通常就是注射藥品 或者是管位 小鼠 你除了小鼠還有什麼 最主要只有接觸小鼠耶 大鼠是大概快畢業的時候碰到一點點 但因為那不是我 我以為小鼠是暱稱耶 所以為什麼小鼠跟大鼠 小鼠就是mice跟bats 小鼠應該是這個大小的吧 對小鼠就是小指的 那大鼠是 大鼠是很大指的 水溝跑出來的那個大小 對它是白色的 喔大鼠也是白色的 其實小鼠也有不同的顏色啦 喔是喔 小鼠有 黑色的小鼠 白色的小鼠 然後有 螺鼠 螺鼠就是沒有毛的 對對對跟免疫相關的一些實驗 通常會遇到螺鼠 營養學系的好像有時候還是會用 蒼鼠 然後就抓了它打藥這樣 打尾巴有點像是 我們要把它撞到一個保定的管子裡面 再來用你的手去夾著它的尾巴 然後打到那條血管裡 就這次是要練習的 因為小鼠的血管有時候蠻細的 所以你的角度如果不對 它有可能會傳進去再傳出來 你說欸 對就是它很 所以你要看你的藥物 打進去那條血管 在你注射的那一瞬間會整條變白色 好酷喔 試試看喔 可是當你一直打不到的時候 你就覺得 喔好可憐 它的尾巴一直被你摧殘 它跟小黑鼠超小的 可是小黑長超可愛 可是小黑長超可愛 我記得我也是就是我要 就我把他掛的籠子 一籠可能有三四隻 然後就這樣淋一隻起來 然後就把它勾在那個籠子上 然後往後拉 小鼠會去抓那個籠子 我覺得有的時候好像就這樣甩嘛 沒有甩好 它的兩顆牙這樣這樣勾在我這 然後我下意識就想把它拉掉 就這樣勾著然後甩不掉 而且是隔著手套喔 好險你有戴手套吧 就噴鞋啊還是噴鞋 那什麼時候有跟你想的一樣嗎 你很快樂嗎 滿開心的 我覺得很有趣啊 然後老鼠好可愛 而且我會跟他們講話 可不可以幫你取名字嗎 有喔有一隻有取名字 可是他後來就有被我送去當小天使 喔是喔 他這樣胖不胖 他這樣胖嗎 因為他是糖尿病鼠 因為他真的很胖 因為他真的很胖 羅鼠是最乖的老鼠 很溫序 羅鼠就是做腫瘤 就我們會先讓他長腫瘤 然後你在用藥物去治療 然後看你的藥物成效 我覺得這快要變成老鼠特地 這到底是什麼專題 這邊又是山狼又是老鼠的 這邊以為是防治專家 好啦我們要進入正題 那時候決定沒有要再考醫生 後來是經過了發生什麼事情 最後跑到阿拉伯 因為我那時候就也沒有要考後醫 然後也沒有要當臨床癢養師 然後就考慮要不要出國 因為鎖班 我往的方向會比較像是 糧食跟環境 我一開始是以美國為主 但是那時候就是找了兩三所學校 就是我真的比較想念的 去看他們的課程的內容 就會發現 大概有一半的課程 是我不感興趣的 所以我就 又有點猶豫 因為去美國 念書班其實 其實費用蠻高的 真的是貴啊 然後你要考的學校 其實費用更貴 剛好那時候 國大學大學實驗室的學長 他有認識我 要去的阿拉伯學校的 一個博班的學長 很幸運的是 我在詢問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兩天後就要跟他吃飯 那你要不要來就是現場 直接問他你有興趣 然後我就去吃飯了 就問了一下 那學長就跟我講說 我的老闆就是兩天後 要去台台演講 你要不要跟他見個面聊一聊 很幸運的 就這樣一路順勢的 就是見到那個老闆 然後聊了天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大致上問你 你大學都做什麼實驗啊 那為什麼有興趣 你為什麼常從營養轉到職務 就問了這些問題之後 他就建議我先去他們學校 當 看你是不是 真的對這個研究的方向有興趣 然後我就去了 這就開啟他的阿拉伯半年之旅 你那個時候阿拉伯的這個選項 沒有讓你有點膽怯嗎 畢竟阿拉伯是一個 我覺得相較於美國 應該算神秘國度吧 就是 不是那麼多人去那邊留學啊 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我回去阿拉伯 對啊 而且雖然說 應該上課什麼都是用英文 但是 沙漠啊 駱駝啊 釀札啊 然後 Stereotype 對 看你奇怪印象跑出來 我有上網去查這個學校 看他們的 校園環境 然後是怎麼 授課的 然後學生大部分是從哪裡來 我有找到非常非常少數的YouTube影片 就是他們是塑巴學生 或是他們是什麼學生 然後他們拍校園 那樣的狀況 就稍微看過之後才覺得 那我應該可以去 是還不錯 發現整個環境是特別的好 沒有 至少它是一個 國際化環境 對對對 實習的內容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基本上我都待在實驗室裡面 就是有點像是跟著他們做實驗 也會參與到 譬如說其他人他的實驗需要幫忙 你就會學到一些部分他實驗的東西 那他那裡還有小鼠嗎 沒有欸 因為我們就是在Plant Science 所以我們研究的對象就從小鼠變成植物 是不是難過了 也不去都難過啦 就是至少你在採集所有東西的時候 你比較不會有 面對生命流的感覺 還是有點差別 所以你說植物也是一定要生命流 但是你知道會動跟不會動 就是真的是 感受有差 但是我還是會跟植物講話 你也會幫他取名字 植物版胖胖 沒有取名字 但是我會跟他說你要長大 我再來看你 我昨天就在那個IG上面 我就問大家對阿拉伯的印象是什麼 來唸給你聽齁 路邊都名車大家都超有錢 付錢都用石油或黃金 白色 嗨 每個人都窮得只剩下錢 感覺女生比較沒有人錢 沙漠環化地方超繁華 有很多石油穿很保守 除了駱駝就是石油了 很多包頭繼承億萬大富翁 大家都很有錢 很有錢 兔豪 阿拉伯數字是印度人幫你的 沙漠 沙漠 賓拉登 聯合大公國 講聯合大公國的錯了 有錢人真的很有錢 這個是沒有錯的 但是他們 就我看來我會覺得整個國家的 貧富差距好像蠻大的 你有感受到真的有錢的事情 還在講你們的學校有多有錢 我們學校真的是有錢 好羨慕喔 你是要講這個嗎 要要要要 我覺得有錢是在於 你比較有更多的自由在做研究上面 先從全額獎學金開始 好不好 好 就是因為我們學校是一所 國王捐贈所建立的學校 基本上每個來念的學生 全部stipend制 就是你可以進來念書 就是代表你獲得學校的 獎學金的概念 進來都不用付錢的 但還可以拿錢 就是會有生活費 欸 生活費多少可以講嗎 我覺得不要好了 你覺得不要 那你偷偷跟我說 哇賽 所以表示這樣扣掉你的日常花費 你還可以存錢欸 對啊 因為日常只有吃就沒有花費 沒有事可以做 因為他們的學校是有點像一個大學村 就是因為你要在比較保守的國家裡面 確定國際生都在一個國際化的環境 同時也要保證所有國際生的安全 所以基本上我們學校有點像是 被城牆圍起來的一個社區的概念 就是我們幾乎所有食衣住行 都是有辦法在校內完成的 獎學金的制度有點像是 學費是獎學金就會付掉 然後會給你一筆生活費 會給你免費的住宿 他們住宿超大欸 陽台好像就比這整個房間還大吧 應該差不多 差不多 陽台 我覺得它就有點像是 比如說有些人去美國可能是學代 經濟壓力比較重 會想要找比如說打工 就會分散一點它做實驗或做研究的經歷或是時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學校當初這一點吸引我 就是你可以比較沒有後顧之憂的 專心focus在你的實驗上面 你要講講你們的實驗室是如何豪華嗎 譬如說我們一人會有一套牌配 一套是什麼意思 就要整個實驗室才會有一套 實驗的空間也比較大 一人一個實驗台 不用給你擦tip 對啊 欸你知道做什麼 剛剛講牌配就是那個微量吸管 tip就是要擦在那個微量吸管上面 它是一個小好瓶 做實驗的時候就拿一盒幾盒三盒來用 然後你就這樣擦然後做丟掉擦做 對對對 你就要去補那個tip 那實驗室會買那種整包 對對一包你就要一個一個放到那個洞裡面 然後那個盒子就是reuse 既然有人可以專門幫忙補tip 好好喔 沒有專門幫忙補 沒有 他們是誰啊 是誰在補啊 沒有人在補啊 就開心人一盒啊 是這樣子啊 那個盒子就會拿去回收 我完全搞錯了欸 我一直以為是有人幫補 就是你們可能有一個實驗室小幫手 我覺得他真的就是想像你專心做實驗 就是你不用花各種其他的時間去做一些雜實一點的工作 還有一個是不是那個 你們不用自己配一些比較固定用的容易 會有一批有點像是實驗室的小幫手 總之還是存在一個小幫手 但他們是一個team 他們是自己有一個單位的 有些最基本的 比如說水 清潔 品管類 就是你可能不用清到那麼乾淨 後續可能會有負責人 再幫你重收一遍 你們除了做實驗之外 你們還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學校會有各種商店跟餐廳 有娛樂場所 有店員 聽說有卡拉OK 學生中心好像可以租借電玩 可以學潛水 因為我們學校就在鴻海的正旁邊 他可以讓你考證照 有山五角可以看 鴻海有什麼特別的 還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比台灣的海還鮮一點點 真的假的 我覺得福利好像有大一點點 但是我不確定這個事情的背後 你說你自己感覺 對對對 我感覺 對 開始學風範 海邊可以玩SUP吧 設備都是學校提供 對 但要租用 那時候要付錢了 對 SUP有 終於要付錢了 你的同學都是國際學生 也有當地人的學生 也有阿拉伯 也有這樣子的人嗎 有 還是有蠻多會包折頭巾的學生 那你出大學成 出了你們的圍牆之後 你會感受到阿拉伯世界長什麼樣子 我記得我印象最深刻是 剛去沒幾天 帶我的 mentor 然後帶我出去一間 就是當地的餐廳吃飯 然後那間餐廳 就是在我們的大學城外面的 那一個城鎮 沒有進到真的都市裡面 然後你就覺得 哇 好像比你想像中荒涼很多 沒有到沙漠 沒有到沙漠 但基本上植物非常非常少 就是一 仙人掌 不太會看到仙人掌 不太會看到仙人掌 就是它就是一片黃土區的感覺 因為我當初抵達的時候 班機是凌晨 所以很暗 對 你就很暗的回 不知道自己被送到什麼地方 但是你如果是進到 吉達這個大城市的市中心的話 又會是另外一個景色 那邊就是高樓大廈了 對 就是有夢阿 繁華很多 你有特別有感受到他們的 傳統文化的時候嗎 我有聽過沙烏地本地人 保守程度是他沒有辦法認同自由戀愛 就是他如果他記得小孩跟他說 他說他要自由戀愛 他可能沒辦法接受 他一定要我配好給你之類的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接受 譬如他的女兒一個人去逛夢 蛤 那女兒可以跟媽媽去逛夢嗎 跟媽媽一起可能可以 就是要家庭出行 不要獨自一人去的感覺 但是也會有非常非常開放的人 是完全不管這些的 男生跟女生是可以單獨逛街的嗎 點完餐之後 我就被單獨的抓到了另外一個 就是零餐的櫃台 女生考驕照 有女生考驕照的規定 男生考驕照 有考男生考驕照的規定 就是這六個月過來 我就要逃回台灣 然後女生再也不來了 之前大學的時候 我們有去那個 道路房嗎 對 我覺得超可怕的耶 很可怕 我不知道我們那時候 他是剛好沒開燈還是怎樣 反正那個感覺 就很像有殭屍要出來 很多兔子 然後兔子都很大隻 然後他們眼睛是真的很紅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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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還是不要進去好了 我希望他趕快把攀岩牆修好 對 你還有攀岩 你已經有在那邊攀過了 沒有 你還沒有 你沒有空 不是我沒有空 他一直不開門 你把鞋子都帶去了 對我帶去了 我坐帶也帶去了 船帶也帶去了 那沒有用到 對他就沒有開門 我每一禮拜打電話給他 我問他是什麼時候要開 他就說 我們不知道 但那邊開車很可怕喔 他很不會切方向燈 上報告 他們真的在開車起來 是蠻 蠻wild的 wild 我覺得講野好像很奇怪 wild wild好像比較好正確的行